你放妆 共一生不及明天 留下你再熟悉 没一起 连续这一段情 修了 谁要做你的人啊 看看你那些兄弟一个一个凶神恶煞的 更何况我跟你在一起就没好事 我不想陷入危险 我还是离你远一点比较安全 我走了 坐下 你看 我就说吧 跟你在一起做没好事 锦绣姐姐 小蓝走 昨天一少说今天你会跟我们一起干活 我还以为她是开玩笑的呢 没想到你真的来了 有什么好开玩笑的 我总不能在这里白吃白住啊 干活 锦绣姐姐 你还是别擦地板了啦 要不旁边的桌子什么的 你就随便抹两下意思意思 昨天英莎就是这么交代我的 那怎么行呢 小蓝你放心 你锦绣姐姐呢 神强力壮 没那么娇贵的 干活啦 嗯 嗯 锦绣 你在干嘛呀 很硬上 我在擦地 我知道 我知道你在擦地 我 为什么你在擦地啊 不是你同意我在狮子林干活的吗 我是让你过来 打工 不是让你过来做苦工的 起来起来起来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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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她吃豆了我就死定了 没事吧 懂不懂 妹妹 你不要哭了 揉一揉就不痛了 没什么事儿吧 没什么事儿吧 我跟你说啊 你是左镇的救命恩人 现在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了 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 是 硬生 你对我太好了 其实我就是想 靠自己的能力 在上海做点事 赚点钱 踏踏实实的 我就 你怎么就那么倔呢 别别哭啊 我怕了你了 好 从今天开始呢 你就 去本少爷的办公室里 帮我 倒倒水 处理处理文件啊 好 从现在开始啊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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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阿碧 处理一下 好 怎么会一夜之间都死光了呢 这年头也不是什么人手上都会有枪的 凶手到底是谁 好 好 好 小孩 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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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 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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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天君 如果我是你的敌人 刚才那一剑 你已经没命了 武藤老师的剑道 位列全日本第一 我自然不是您的对手 而且 即便您要杀我 我也一定不会躲的 为什么 当年是老师救了我的命 也是老师教会我剑道 还把我带到中国悉心培养 我的生命 都是属于老师的 其实你的剑道已经进步很多了 但输在心里 无论与任何人对敌 都要有必胜的信念 有百折不挠的信念 所支持人的意志 远比任何武器都具有更大的威力 学生谨记于心 这一次对机密文件的截取 你做得很好 我希望 对这些机密名单上的人的捕杀 由你亲自来完成 这将是你晋升的最后台阶 你务必要抓住这个机会 不能有半点的闪失 是 清灵姑娘你怎么也在这儿 站这儿跟忘敷衙似的 忘什么呢 二爷 阿姐跟先生都在屋里等您呢 您的伤有没有好一点啊 阿姐他们都好担心您的 二爷 我也很担心您的 伤怎么样了 已经没有大碍了 那就好 听说龙四把全上海能治枪伤的医生 都给抓了 你这死算是九死一生 我的伤是容锦绣治好的 没想到这个容锦绣还懂点医术 救过命的人 我绝对不会让他任人欺负的 我听说 明珠姑娘还跟她有些渊源 其实 我跟她并不贪熟 不管你跟她熟或者不熟 现在容锦绣是我左镇的人 不管你们以前有什么恩怨 现在看在我左镇的面子上 还望明珠姑娘 读读照应 二爷都说了 当然一定 二爷 你这次受伤 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我看不如这样吧 你身边都是男的 我让精灵去照顾你几天 精灵一直在我身边 特别细心 希望她能帮助你早日康复 不用了 我宁愿自有人照顾 这是我和向先生的一番心意 是不是 这个主意还真不错 看你笑得这么开心 你是不是打算缺了就不回来了 不是 明珠阿姐是精灵唯一的姐姐 精灵才舍不得走呢 算你有良心 没白疼 对了 阿姐 这个容锦绣 怎么突然变成了二爷的恩人呢 我们要不要想办法 把她逼出上海 不行 她现在还要给左镇换药呢 我们要是现在动她 以左镇的脾气 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阿姐觉得怎么办 你不是要去宁愿吗 先盯着容锦绣 有什么动静告诉我 至于其他的 等左镇的伤好了再说吧 好的 这个容锦绣 她的命虽然好 但是她同左镇的交情 和我们毕竟不一样 你呀 一定要招住这次机会 到时候我再帮上你一把 说不定你们的事就成了 总之 绝对不能让容锦绣 盘上这棵大树 是 阿姐 要是真的让她动心 我也算成就一种美事 来 借过 借过了 借过了 借过 再进去找一找 或许还能找到什么线索 神父你好 你好 你需要告解吗 教徒 你犯了什么罪 需要祈求主的夸日术 那天告解室里的神父明明是中国人 请问这里有别的神父吗 不 只有我 那请问三天前你在这儿吗 前几天我去了别的地方 那时候教堂正在休憩 那时候教堂正在休憩 这一切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要面对的敌人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又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先生 你的鞋这么干净 不需要擦吧 我的鞋走错了路 弄脏了 许江国 先生 你认错人了吧 是吗 上海地下秘密组织 爱国华侨会成员许江国 我的秘密文件里面可是这么简单的 教堂是我唯一的线索 现在这条线索也断了 我该怎么办呢 无论如何 我也不会放弃 那些人就在上海 只要一直找 一定能够找到别的线索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绝不能让全家人 死得不明不败 武藤 武藤 快 给我一支枪 再把你所有人都派给我 我要找左朕报仇去 冒人动手之前 我就阻拦过你 我说过要找到左朕的弱点 再一击绝尚 这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现在的一切 都是你咎由自取 不是 不 不 武藤君 我求求你 求求你 求求我 我不想死 我求求你了 没想活命 只有一个人的帮助 我还没死呢 你们不就是想坐 这个商会会长的位子吗 那也得给我有点耐心 走走走 放开我 你走走 抓我干嘛 放开 放开 是你啊 你就是弄丢了我药的容锦绣 老爷子 就是因为这个死丫头 师父 这件事情纯粹是个意外 一切责任都在我 是我不小心弄丢了师父的药 跟他没半点关系 不过就是弄丢了一包药嘛 你们就要杀人 这还有没有天理啊 陈叔 不过 一阵素十一阵当 如果今天非要把他的命令在这儿 我就赔他 你让我试试吧 要丢了 我 我会治病的 你让我试试吧 如果你能治好我的病 我当然可以帮你一条生路 想不到你们黄埔商会的人 动不动就要打打杀杀的 我算是懂了 你懂什么了 我懂了 以后遇到你这样的人哪 就要离你离得十丈远 不是 是百丈远 我就要离你离得远远的 你要干吗 我跟你回宁远啊 送他回去 走吧 老爷 你就这么放了这丫头 放了 放在左朕身边 不就等于埋了一颗雷嘛 请 欢迎下次再来 请 硬生 来喝杯茶 丁绣 如果有人要送你一家酒店 你千万不能要 我偷疼 真的偷疼 好 头疼呢 只要按太阳穴这个穴道 很快就不疼了 放心 我懂医的 好点没有 好多了 你怎么做到的 秘密 都不疼了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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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莺莎 打扰了 你先出去等我 我这个人看到美女就容易爱不释手 可别尽快啊 我先出去 向盈东 你疯了吗 你忘了从法国回来怎么对自己说的吗 你一定要忘了英明珠 你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英明珠和容锦绣是两个人 完全的两个人 二爷 给您炖了翡翠仙鲍羹 出去 您不先尝尝吗 我叫你滚出去 谢谢 谢谢 多事啊 人家特别炖给你的 去尝尝嘛 我放这儿了 哦 还有 你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到明天开始我就不用来换药了 我走了 容锦绣 你可以留下来 我允许你做我的女人 不用再回狮子里 你 你发伤了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放手 谁要做你的女人啊 你疯了 船上一次 受伤一次 刺客一次 你连续救了我三次 还日日夜夜地照顾我 这不就是一个女人 向男士号的信号吗 你真病了 自打哭了 我告诉你 我救你是意外 是我人 是不小心 我才不是故意要讨好你呢 容锦绣 欲擒故纵对于我来说没有用 你要是喜欢我就直接告诉我 我已经认定了 你就是我的女人 我不喜欢你 我不喜欢你 你听到没有 我不喜欢你 不喜欢你 不喜欢你 你少次做多情了 再说一遍 我不喜欢你 听见了吗 你干什么 二爷 他不愿意的 我愿意 你 你 你 情愿要一个乡下丫头 都不肯要我 你是你 他是他 你不要让我再说第二遍 出去 左朕他当真这么说 是啊 我亲耳听到的 左朕要是真的收了他 想把容锦绣赶出上海 就更是难上加难 阿姐 阿姐 有一件事情 说 世子灵有人看见锦绣 坐在殷绍腿上 容锦绣 我一定把你赶出上海 动手 动手 想不到向先生去巴黎这么久 泡妞的技术仍然不减当年 再者说话累不累啊 要不进办公室了 怎么 突然想到来找我 怎么 您是不是觉得不方便来这 这儿 坦白说 我很羡慕容锦绣 起码她可以时时刻刻 壮大光明地在你身边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猜 我猜 你因为容锦绣长得像我 所以把她当成我的影子 看来我猜对了 说吧 你知道我到底有什么事情 我要你把她赶出世子灵 让她离开上海 最好明天就走 不可能 什么事情我都可以答应你 唯独这件不行 你真的喜欢她吗 原来你喜欢这样跟我聊天啊 一明珠小姐 你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 你是我的嫂子 难不成你想跟我偷情 我是没关系啊 像横川是我哥哥 我怕你们 被我大哥知道了 恐怕地位不薄 这样的手 可不是用来打人的事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等你以后成了相夫人 再来管我吧 不送 全上海仅此一对 嫁给我吧 我猜 我猜 你因为容锦绣长得像我 所以把她当成我的影子 等你以后成了相夫人 再来管我吧 盈东 你知道我对你是真心的 我以前也觉得这是真的 是你一瞬间让我明白 这都是假的 所以 你不要再像别人说 你有真心 algún些 hay 他 你别 好 你 我 想你 省掉 那 快 你 我 穿上海仇 你 公园 快 不应用 求你 把明珠留下 向寅董 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 没出息 容锦绣 我就知道你不可能拒绝 但我 我 我跟你 前殿下的男人都死光了 我也不会爱你 只有你的人 你 好 你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 你不要后悔 我欠你的钱我会还给你的 但是你错过了这次 以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来找你 我再也不会踏进宁园一步 我踏海 把他送回狮子银 我怎么会 你宜如果 我 阿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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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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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跳个呼啦 跳个呼啦 跳个呼啦 呼啦 呼啦 天爷 这百乐门可是咱们上海谈最好的舞厅啊 今晚你就放开来玩 一切开销呢 都记得我让着 怎么又有事要求我啊 给你老爹吹整便疯 咱们先不说这个 前个就是来开心的 天爷 我还有点事先出去一下 马上就回来 小伟 先陪婷姨跳一会儿 好的 你干什么 你快点松开她 怎么了 干嘛 松开她 喂 你是谁啊 不要动 也不要到处乱看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很危险 现在只有我才可以保护你 忘了给你介绍我的身份了 其实我呢 她是一个小偷 小偷 专门为了偷走你的心 可是这个地方实在太危险了 好多人都在抓我 因为我的脑袋实在太值钱了 你知道我现在为什么不走吗 为什么 因为你 你也是一个小偷 因为你把我的心给偷走了 我还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第一次喜欢上一个人 你小子给我离她远一点 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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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勒门它是一个自由的地方 我想离它多近就多近 是谁啊 对了 我 我忘了你叫什么名 你小子 你小子给我等着 走 让开 让开 走 景秀姑娘 这件事是我自作主长干的 完全不是二爷的意思啊 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您要怪就怪我 千万不要误会她 走 干嘛 喂 喂 干嘛 这 我不能喝了我 走 进去 快 殷少 阿姐 阿姐 怎么了 殷少被抓了 你说什么 你 嗯 啊 嗯 来 干什么的 你们这里的人 抓了我们酒店的老板 那是你们老板犯事了呗 不可能 他会犯什么事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乱抓人了 不是的 我是说 你得让我见他一面 见了他 我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 你们抓人 不是给探监的吗 我现在要探监 大半夜的 探什么监啊 这这这这 要探监明天再来 走 走 小姐 干嘛啊你们 你们谁啊你们 我 你们 我 你们 阿姐 怎么样 能问的人全都问遍了 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情况 为什么匹匹这个时候出事 寒川去了南昌 最快最快明天半夜才能回来 二爷 都怪我绑了锦绣姑娘 锦绣姑娘生灵的气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的错 才让锦绣姑娘误会了二爷 我以为 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就什么事都解决了 没想到 锦绣姑娘居然拒绝了二爷 这全上海滩有多少女人想得到二爷 可是这锦绣姑娘怎么就看不上二爷呢 唐海 你闭嘴 二爷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不好 二爷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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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爷我再也不敢了 二爷 拿谁的剑 像阴东 英雄的阴 东方的东 没这个人 怎么可能没这个人 我亲眼看他被抓进去的 麻烦你去查一下 你这人怎么这么倔弱呢 我就跟你说了吧 你守在这儿根本没有用 你要探的人 应该得罪了什么不该得罪的人 得罪了什么不该得罪的人 得罪了什么不该得罪的人 有些人 只能够怀念 有些人